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 这款 Acoustill System 的 Astella 唱盘 它是来自德国的 有什么特别呢? 首先,大家看到这个唱盘有三层 还有一个分体电源 首先讲一下这个唱盘的特色 这个唱盘是可以安装到四支唱臂 再加一支第五支唱臂 是为直线巡色备专用的 当然,不是可以同时安装五支 只不过是最多有五个选择 另外一个很特别之处就是 这个唱盘上面的四支唱臂 可以随时调换位置 而不需要再调调过 因为四块臂板的Cut Out 都是Symmetrical 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方便用家 如果真的有机会调来调去唱臂的时候 很方便便可以再唱唱臂唱头的组合 这个唱盘是有33、45和78转 它在unconditionally 是不需要调调转速的 因为里面的Serval Control 无论你有什么电压 它都可以调正33.33 45转和78转 配合这个超级唱盘 大家也能看到 亦是Acoustical System 最旗艦的唱臂 就叫Titan GC 这些唱臂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它整支包括整个身体 都是用Titanium去做的 而所有的精度 都是去到0.01的clearance 所以无论VTA、偏压、唱重 都可以用1%的gauge 慢慢微调 这个应该是市面上最好的设计 以及精度最高的设计 这个唱盘有一个特色 大家可以看到它三层的设计 基座和第二层的基座 这个位置是有一个气浮的装置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power supply 亦都是有四条气候输入到主机 就是四个角落头气浮装置的一个工器 这个基座就是Bearling的所在 就是现在的转盘 就是坐在第二层 而不是坐在下面那一层 它这个是采取一个磁浮的设计 磁浮的设计 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令到一个质量可以减轻 令到它的马达的负荷会减低 从而令到转出来的惯性更加漂亮 再加上第三层 你看到上面最高的那层 就是庇座的Mounting位置 所以完全是跟下面Bearing 甚至气浮的基座完全分离 这个也是Astella设计特别之处 obtain机усft NetApp 再来点四个评设计特别